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那我觉得在这一路过程中间呢就是会有很多朋友在身边鼓励你帮助你 然后就是在你没有信心就是低谷的时候他们会拉着你 就是有很多帮助 那我觉得可能说这一路一路过来可能说特别在今年就是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比赛到现在就是自己会回想这一路过来身边的很多朋友 所以说想用一首歌来感谢他们 那说到这个处生这张一屁啊就不得不提到一首歌曲就是那个寻找 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 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在叙述一个人再慢慢的去长大对吗 就是可能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自己有一个状态是比较有一段时期状态比较低迷 是哪个状态是哪个时期 在0405吧 0405 对 可能那段时间然后因为自己也有合约在身上然后压力还是挺大的 然后又得不断的出一些作品 可能就是这种状态的时候然后自己也没有发片的机会 然后呢就会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说到这张专辑其实请到的这个剧作人也相当厉害 三人也都很厉害原为人老师啊还有这个叫文正 文正和曲之冲老师 曲之冲老师 跟这些这座人合作你觉得有什么收获 会就像我说的就是自己会意想不到 有点恍然的 对会意想不到 包括我们在比较期间原为人老师有到城堡 我当时听说他会到城堡做我们的葡萄老师 我就已经是兴奋得不得了 我能看一下你兴奋是什么状态吗 就是可能也不会说表露 但是他表面说会说很高兴或什么 但是我会跟他聊聊天聊很多话 然后问一些很多我当时非常好奇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他的歌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听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到城堡的时候 我刚好也在城堡下面 然后陪着袁老师一起走上城堡去 然后就在路上一路上有跟他问很多 就是好像说他在哪一段时期写的哪一首歌 我非常喜欢 对 好了那接下来赶紧听一下这首歌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好 我知道我现在已回不去了 也知道那些努力没有白费 我站在这舞台 看见你流泪 好的话 这一刻瞬间融化 我现在不能回头 不能去想太多 是你给的爱 是你给的爱让我坚强不再畏惧 我只想闭上眼睛轻轻唱给你听 唱一首我们曾经感动过的歌曲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原来我原来我捨不得这舞台 原来我捨不得这舞台 我左手握着脉 右手放在胸口 尝尝这个属于我们的舞台 我不管他们说 也不怕谁不爱 只在乎的是你快乐不快乐 我现在不能回头 不能去想太多 是你给的爱让我坚强不再畏惧 我只想闭上眼睛轻轻唱给你听 唱一首我们曾经感动过的歌曲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原来我原来我捨不得这舞台 原来我捨不得这舞台 原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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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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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